柯文哲最近開始感嘆 他說自從藍白整合不成之後 原本說贊助他的企業 都變得很冷淡 二零一四年 柯文哲出來選市長 當時就說了有個三億男 要給他的對手連身文三億元 結果影射他拿了財團錢之後 當時負責牽線的柯建民 就出來澄清了 說當時原來柯文哲 要找柯建民來幫忙牽線募款 結果對方說已經答應 要給市博館捐款三億元 結果竟然被柯文哲 就拿來栽贓說是給了連勝文三億元 柯文哲口口聲聲說 要打一場不一樣的乾淨的選戰 話講得很漂亮 但是過去有這個三億男的 這樣的一個紀錄 現在難道要影射一個 兩億美金的前客嗎 所以就像這個林乃金說的 如果你已經有過這樣的紀錄 到底哪一個企業 真的敢捐錢給他呢 蔡委員怎麼看 任何一個候選人 如果你沒有當選的希望 要找到捐款 真的不太容易 所以任何一個 在總統選舉排第三名的 難免的所有的紀錄捐款都會搜索 這個叫做人間能卵 正常現象 那如果人家覺得 你有當選機率的話 那當然他也願意 比較熱意捐錢給你 至於這個柯文哲在2014年的表現 有兩件事情的確實在是不太那麼樣的這個適合在正常選舉裡面選舉 一個就是講的所謂的三億男 他講的就是郭台銘 第二個勞鼠尾窃聽事件 大家忘了這個事嗎 後來找到一年他自己人弄出來的 但是可是我當時很遺憾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綠媒當然會抓這個猛打 這個連勝文跟國民黨 可是我當時也發現到的 事實上打得最立 還不一定是綠媒 抹核爆 打得更兇 所以這種狀況在選戰上面會變成漫天烽火 你根本分不清楚誰是你的朋友 誰是你的敵人 柯文哲提這個 或者這個猛贏國民黨要回應 要很小心 我也在講要很小心 那一言之竟然講出來說 不是紀林聯 是紀太來 那沒有錯 你講說紀太來 是在阿扁時代國安局的官員 那因為當時的警政署長是猛友宜 所以他們兩個關係很好 你就不要去扯的時候跟立雲有關係 那不是暗示猛友宜跟立雲關係很好嗎 我覺得不妥 那紀太來的確是在這一次的過程裡面 有扮演著某種程度的 侯友宜陣營跟這個柯文哲陣營裡面 聯繫的一個角色 但是很確定的 他跟這個所謂的兩億美金事件 是無關的 只是柯文哲把他弄在一起 柯文把他弄在一起 那另外一個余姓 大家也都曝光就是余金堡 他在華人圈裡面就是一個 怎麼講呢 比較會信口開合的人 那他的確台灣藍綠各方面陣營裡面 他都有點來往 所以這個東西在處理起來 等於是在讓柯文哲有借力實力 去擴大藍白切以後的感情的 失核問題 現在就是說對於這個白影的來講 他們可能會惦記著那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他認為他是吃虧的 所以季太太中間辦了一個角色 傳達了他們認為是錯誤的訊息給他 所以在這某程度他故意把他拉進來 但這不是事實 我是覺得還是要釐清到回歸事情的本項 那我認為最好的處理的方式就是說 他正在這個熱頭上想要去情緒發展 國營或國民黨這方面要盡量的冷靜 不要把事情打岔開來 而且我看到國民黨很多立法委員 讓我覺得走在正確的路上 怎麼講呢 就不斷的想要去挽回或者是彌合 藍白切手產生的感情差距 去幫他們的白影的立委候選人站台 幫忙等等的盡快把這一段彌補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你就看美利島電子報的民調出來 就很明顯了 就是說突然之間柯文哲掉了7% 可是掉了7%的 沒有跑到侯友宜這邊來 跑到哪裡去 是跑到賴清德那邊去 7%裡面有4.5%跑到賴清德 然後2.5%跑到魏表泰的一個決定 而裡面大部分是20到19歲 這個就告訴這個所有的競選者 藍白要合才會打得敗賴清德 藍白切的話 如果你跟白也鬧得太過僵的話 也會使得藍贏吃虧 那現在的局面已經出現這個情形 那如果沒有這些國民黨的小雞們 這麼努力的米合的話 問題還會更大 那另外的趙少康剛開始說 要把柯文哲打到20%一下 讓他們引起很大的反彈 那現在說回來 如果國民黨執政 也要邀請白影的來入閣 慢慢去彌補 40天有足夠的時間彌補 還有聖誕節比較溫暖 因為國民黨很清楚的 如果沒有把白的選票拉過來 反而被綠的拉走的話 那努力個老半天 還是最後回歸原點 那是不是白跑一趟了嘛 那有可能會來公布這些兩億元的 事情過去就過去了 就把那一頁分過去 因為這個紀將軍是你昨天自己報出來的 你既然說說要翻頁的話 但是你自己 細節應該去問那些幕僚 這個也不需要我在這裡講 而且越扯越多 為什麼想再問一下 因為你昨天講那個兩億美金 那個啊 有一位紀將軍 那紀零點否認是他 但是現在葉原資跟蔡正元都直上說 是紀太來 請問是紀太來嗎 唉 我跟你講 那一頁就翻過去了 那種 反正在過程當中 騙子啦 前客啦 中間人一大堆 我想是這樣 事情過去就過去了 那個 就把那頁翻過去 我們還是認證 去思考台灣的未來好了 因為現在有名嘴質疑說 在2014年的時候 你也曾經覺得說 連勝文拿了財團的三億元 就是覺得說 這次會不會又是同樣事件的翻版 有沒有考慮 就是真的會來公布 這些人的可能 姓名或是資料 連勝文他家哪裡需要 跟人家拿三億元 靠自己就夠了 那有可能會來公布 這些兩億元的可能性 我想還是那一區 其實如果有人去告發 就去告發去處理 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樣 這種 終究是文化的不同 DNA的不同 所以就算了 主席你登記 因為這個 紀將軍是你昨天自己告出來 你既然說要翻頁的話 但是你自己又講了 紀將軍跟連先生 那現在大家就是覺得 誰 連先生 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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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昨天講的魏先生 對 那所以就是說 現在大家都覺得 那你既然 既然講出來了 那現在就是大家都會追這個人 那到底是不是 我倒覺得是這樣 那個細節應該去問那些 問那些幕僚 這個也不需要我在這裡講 而且越扯越多 好 我們哥 我看好像很不錯嘛 有募到一千四百 不過因為後續 帳戶問題之後 募到八百 六萬 但是因為募款問題 是不是也代表說 民眾黨在經費這邊 其實還是有一點問題 是不是有點缺錢 那事實上在 藍白盒破局之後 你知道嗎 很多原本答應要捐款的企業 都縮手了 所以這個 還好這個 還好這個 幸好黃國昌有出來呼應 有募到一點錢 所以我想 大概這場選舉 我們要靠小額募款為主 主席 那個兩億是誰說要給的 那個國民黨這邊 希望您可以說清楚 這個這樣 在這個選舉過程當中 那個什麼騙子 錢客一大堆 所以 有需要一個一個去講 他現在是懷疑說 他那個好像是郭台銘 不會啦 老郭 老郭 不會給錢 所以是國民黨這邊來的消息 就是這樣啦 我跟你講 那個 我覺得這很奇怪 那種騙子 他是佈局很久的 像那個 那個來騙我們 什麼羅森伯格 那個好久以前就已經在我們旁邊出現 所以這個佈局好幾個月 我覺得蠻奇怪的 還有包括有一些 一直在 四天在一直在跟我們講說什麼 反正都這樣啦 選舉期間是這樣啦 騙子 前客都很多 那是國民黨人士嗎 這個 這個 國民黨人士要怎麼定義 客房好像有說是國民黨人士 早上陳先生就有說是國民黨相關人士 好啦 這條 這條就不要問了 Já 知anic 咻 談 とか 和 演唱 的是國民黨人士 guer 星錢